Hello大家好,我是四九猫 今天是2024年的2月3号 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悉尼 在过去几天里呢 非常感谢大家呢 对老罗的这个视频 还有我频道的这个 这个北京青年的大马计划的这个频道的支持 说实话呢 我并没有想做YouTube 上次那个 就是我前不久传的那个北京青年在大马 那个被大马华人颠覆三观的视频呢 是我两周以前三周以前吧 在吉隆坡时候拍的 那时候呢 只是想记录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怕忘了嘛 对于这个视频的评论区 我也看了很多大家的留言 有一些人支持 也有一些人这个在骂 这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在此对各位表示感谢啊 无论是支持的和这个骂的 我都表示感谢 因为毕竟这个 大家需要有地方去发现嘛 对于一些概念上的错误呢 和一些口误的问题呢 我也接受大家的这个批评和指正啊 比如我当时说了这个中国台湾啊 以及我将这个中国新年 我称之为中国新年 实际上应该更恰当的应该是华人新年 我接受批评啊 我以后也也注意 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我来马来西亚之前 我是连马来人和马来西亚华人 马来西亚人我都分不清的 因为我当时认为 我当时在网上联系到玉琳姐的时候 我当时跟玉琳姐说 我说你是中国到那边旅游的呢 还是马来人 他说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我说你是马来人 他说不 你说你可以叫我马来西亚人 你也可以叫我马来西亚华人 但是我不是马来人 马来人是一个种族 我们呢是这个马来西亚华人 也可以叫做马来西亚人 我们统称为马来西亚人 那时候也是纠正了我这么一个概念啊 最早的时候也是很混乱的 因为对于东南亚国家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话 我曾经没有更多的关注啊 这个还请大家海航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私信我说 希望我更新一些视频啊 我也不知道更新做什么内容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系统的后台 发现这个订阅者当中啊 有很多呢是在马来西亚居住的人 澳大利亚的人可能并不多 后来我一想 我说对马来西亚我了解的也不多 而且在吉隆坡我就待了两周 所以录了 虽然录了很多视频 但是视频的内容有限啊 就还没有想好去剪去剪辑一些什么内容 但我觉得呢就可能目前来说 有一些是可以分享的啊 我在想我说应该是为什么一个澳大利亚的话题会如此敏感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老罗的第一个视频也是他把很多东西剪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引流的一个手法了 就会造成一个两个莫名其妙的澳大利亚的华人对吧 来马来西亚 没头没尾没有说来这做什么也没有说未来要做什么就开始上来就吐槽 澳大利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会让人感觉很奇怪 还有第二个原因我猜啊应该是说澳大利亚新加坡呢 可能是马来西亚年轻人首选的出国的地方 可能是无论是从高等教育还是从就业机会上面可能是优先的国家 所以当谈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可能这个话题就会造成了比较敏感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我想我说结合这个来说的话 那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澳大利亚的消费情况 因为很多的在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大陆想要毕业的 我也非常了解马来西亚有故打制 所以在面临高等教育上面非本地人非马来人可能这种族群的话 他的这个可能在教育方面可能不是很平等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出国留学 有些人是出国留学完选择会到马来西亚 还有呢是决定留在那个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可能大家也是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 所以选择去西方国家 当然了这里边也有很多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中介啊 一定是移民中介和房地产中介 他们是非常希望大家来澳大利亚投资的啊 这个投资呢 其实就是来我们这买房呗 所以在中介方面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很多的留学移民中介啊 他在劝这个比如说我们大陆的朋友来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 他更会跟你说哪些专业是适合移民的 可以移民的 哪些专业是没有那么紧缺 可能不太适合移民的 他会说这个 但是呢 他们往往很少提到什么 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生活成本 和对于你个人来说 你是不是付得起学费就来澳大利亚留学 或者是说我付得起机票钱 我就来澳大利亚打工 无论是黑工也好 还是这个正经的工作也好 还是说你在一个长远的范围内 你对你的人生和未来的几十年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测和规划 这个是他们不会提 很多人在出国之前也不会想的 今天呢 就跟大家就是说 所以通过量化的一个角度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澳大利亚的这个生活成本 我们就拿一个 我比较了解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收入 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啊 我们现在提到说 在澳大利亚的大学 大学里面 大学分为两种类别 一个是academic 一个是学术性的 一个是叫technical technical就是技术性的 所有的老师这些 他们拿到工资的类别全是academic 对于技术工作者 比如说你是系统的工师 你系统的维护的管理员 你是大学里边实验室里边 机器维护或者是帮助科研所来进行机器维修 或者是说帮学生去做实验 把他的那个sample放到的仪器里面 那么这个你都属于是technical这个类别的 然后对于manager级别呢 经理级别的主管级别的 他们也是属于technical这个范围内的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顶级大学 我指这个顶级大学是澳大利亚 具体不说是哪个了吧 就前五的大学 QS排名在前20位的大学 启动了一所大学 他的manager的级别的工资收入 在今年是14万8千 14万8千刀澳币 我们这里面提到刀 然后呢 现在那个澳大利亚 一澳币兑换马来西亚令级的话 是1比3.1 所以呢 14万8 对于澳大利亚的个人税收来说的话 通过它是一种阶梯性的 这个跟马来西亚是一样的 在一个范围内收一个钱 一个范围内收一个钱 超过一个范围内 是收一个百分别 这个最高税点是 开始征收45%税呢 是18万的年薪澳币 所以他这个是还没有到 经过计算以后呢 到手扣完税以后 到手的钱大概是在10万5千澳币左右 我们假设这个manager呢 他的房子的价格是在一个million 就是100万澳币 这时候呢 他可以贷款80% 通过这个计算呢 澳大利亚现在的还款呢 interest rate 是在6.85到7.48 在这种情况下 他每一年的还贷款的 需要还多少呢 还48000刀 啊48000刀 因为我们刚才算了 他到手的这个钱呢 是多少 是10万5千 然后呢 他每年要还48000刀的贷款 然后此时此刻 他可支配资金是在57000澳币左右 然后呢 我们再设想一下 就是他出去吃七次饭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朋友 一周初吃那个七次饭啊 咱们不管吃什么饭 吃那个nasi lammark 最便宜的nasi lammark也好 你还是吃这个这个日料也好 你吃什么也好 都没关系 就是说想吃便宜一点的餐 出去吃七次 你们吃得起吃不起 好 在澳大利亚 你但凡吃一个便当盒饭 这个一排的全做好了 你往里面去盛这个菜 现在是在14澳币左右 1415澳币 1415澳币 那么如果15澳币的话呢 是多少呢 是45令吉一个盒饭 那么我们假设他一周吃七次盒饭 因为早中晚嘛 对吧 那你三七二十一 我21顿饭 那我只出去吃七次 每个月的消费是在840澳币 12个月的消费是多少呢 一年的消费是1080澳币的外卖 好 OK太贵了 我少吃一点 我一周吃三次外卖 我每月的消费是在360澳币左右 那么我一年的消费是在4320澳币 鸡蛋呢 是5到7澳币 也就是15到21令吉马币 是12个鸡蛋 一个大盾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好像是折合是20几 多少 有没有20马币啊 可能是有30个鸡蛋 是吧 还是十几马币 我忘了 这个broccoli啊 就是西兰花呀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叫西兰花 在澳大利亚的价格 两周以前我看是3.5澳币一个kilo 昨天我去超市看是8澳币一个kilo 就是21令吉可能能买到一个西兰花 或者一个多一点小的西兰花 经过这个计算呢 把日常用品每个月你家庭的消费啊 你要买食物对吧 也多少你要做饭 你既然你不买外卖你就要去做饭 那么消费是多少呢 是15000澳币 好吧 我们再说这个软件订阅 比如说这个大家喜欢看Netflix 这些很多西人呢 包括这些华人朋友都喜欢看Netflix 还有听歌的话用Spotify 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通过这个软件的KYC认证了以后 我在马来西亚买的Spotify 在澳洲Spotify好像是45令吉一个月 在马来西亚是三分之一的价格 好像还是家庭装好像还更便宜 所以说在软件订阅各方面这种小的这些cost 但是很多的这种软件订阅上面 澳大利亚是名列前茅的鬼 我们的假设非常非常保守的 我去买这些就一个Netflix跟Spotify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软件 我一年的消费在400欧币左右 OK 手机 手机这边 很多人的手机呢 可能是在50欧币一个月 也就是150令吉一个月的这个plan 很多人会选择可能略微便宜点的 也要30欧币 也就是90令吉的这个plan一个月 我选的呢 因为我有好几个手机好 所以我就是那种维持最基本的套餐 我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公司 因为我要有四五个手机好 所以呢 他的这个价格 我把它去一个保持一个最低 是12欧币一个月 那就是36令吉一个月 这个已经是澳大利亚应该是最便宜的一个套餐了 一个公司的最便宜的公司的最便宜套餐 前不久我收到信息 前年12欧币一个套餐已经涨到18了 所以你看这些小的钱 他其实哎呀一杯咖啡钱了 OK你现在前面已经 你全ed up全在一起已经很高了 是吧 这是我们谈一下这个网费互联网的钱 互联网的钱呢 澳洲有这个就是什么国家宽带 然后这个是澳洲下属的一个这个 一个总公司 他去外包给下边的这些的这些小的公司去进行销售 他们拿commission 所以说有一个最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垄断的 他没有竞争是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种核心的这种这种infrastructure 全是由一个政府的下面的一个公司来控来管控的 所以没有任何价格的这种竞争 分到下面销售商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固定的 有些销售商可能会赔本再去卖 但是呢 基本都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网费 基本上是在啊 一个月100欧币左右 便宜点 OK我们说是80欧币 OK 那么一年下来有1000欧币的网费 好 私人保险 澳洲的 因为我也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私人保险 我发现还蛮不一样的 要说在管理上面 其实澳洲的私人保险还是比较方便和人性化的 因为什么 它也是一个集中管控的一种状态 每一个人可以选择是不是上私人保险 或者不上私人保险 那么不上私人保险的这个人呢 你在30岁以后 每你就是比如说你30岁的时候没上私人保险 在你31岁想上私人保险的时候 你要比30岁上保险的人多交2% 那么再往后就是4% 在信息同步上面 因为澳洲的法规规定的话 他们的信息同步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保险公司A买了私人保险 你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A B公司给你更好的私人保险 然后你就想从A转到B 这时候呢 你只要买了B公司的保险 那么A公司的保险会自动取消 会自动B公司会跟A公司说你的客户到我这了啊 A公司说那好吧 那么就把这个保险也就是说自动会cancel掉 这边的B公司呢就变成你的新保险 对于中间的等待期 如果也是同步的 如果你在A公司有一个waiting period 然后那么这个waiting period可以被wave掉 到第二个公司你在换第三个公司的时候 由于你之前你已经serve了这个waiting period 所以呢后面的公司不需要你再去有一个等待期 它是完全是一套这个同步的系统 这方面可能是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对于私人保险来说呢 有跟没有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是因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澳洲的这个公费医疗啊 国家的这种这种医疗叫做medicare 私人保险我们举个例子叫做medibank 这是其中一家 那么medicare呢 你去看看GP啊 你去看这个普通的全科大夫挂号 那么可能你不用花钱 药呢你是要百分之百自己掏的啊 咱们先不说这些特别高龄的老年 就说我们正常的这个还没有退休的人 药钱是百分之百自己掏的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保险啊 这个跟中国大陆是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呃这个药钱是必须自己掏 这种情况下呢 在华人区还有一些呃 亚裔比较居住的地区的这些全科大夫 呃他们呢基本上是不收gap费的 他没有收差价 有些西人的大夫呢 他呢由于他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工资给这个抬的更高一些 政府呢只给全科大夫报特定的钱 他要这么多的钱 中间就会有一个gap 这个gap要病人自己承担 这个gap是多少呢 一般可能会在50澳币左右 也就是150令吉 全科大夫给你看完病以后 他说哎呀你这个病我看不了啊 你得去专科 你得去specialist OK 那你去specialist 通常来说第一次的这见面consultation呢 我有私人保险 我有这个国家的公费医疗 medicare medicare 我全有 那么不好意思 你要交将近200澳币的去看这个specialist 那这个政府是不会给你报销的 他可能会报一小部分 但是大部分呢 specialist收费很贵 所以你自己的那个out of pocket 可能是要在200澳币左右 就是600令吉 至于中间的检测 来说的话 政府会给报销 比如说你的那个x-ray 你的那个ultrasound 对于核磁共振来说的话 mri可能要自己要付200澳币左右 类似这种 还有很多项目是不保的 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免费的这个医疗啊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是保险这部分 我们就再说这个水 我们假设这个 刚才假设这个14万收入的这个manager呢 他住的是一个三房 一个million的澳币是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那么apartment会有一个水的回收费 现在很多新的他们会有叫做water recycle什么这个费 然后呢 就是说你用不用水 然后这个楼的这个循环系统回收的水都需要你去支付这个回收费 然后我比如说我出去玩了一个月 我没有用水 OK你每月也基本是要有在50刀到60刀的废水回收费 在150到180马币的废水回收费 电呢是多少呢 电一年的电费非常非常保守 在不怎么开空调 不敢开空调的情况下啊 是3200澳币一年 3200澳币一年 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我到时候可以把水电账拿出来啊 可能会更多 可能也没得多 但是呢 基本上是这个上下 气就是那个gas 比如说cooking啊 做饭 然后你洗澡的话 如果是有的是电热啊 有的是那用gas去把这个给烧热呀 这个价格呢 是在一年在2000澳币左右 然后车的保养费 因为你去比如说OK 我开Yaris 我开这个丰田克罗拉 很小很便宜的车 本田的Honda Jazz Honda Fit 我不知道你那边是叫什么 做一次service 现在的基本的价格是在300澳币左右 300澳币换什么 这个空气滤芯啊 你coolant给你top up 然后呢 给你换一个那个那个filter 给你加一个油啊 话说这个油啊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个Petronas 在澳洲卖Petronas非常少 但是我的这个车加Petronas 感觉非常好啊 后来发现这马来西亚的国油啊 Petronas不是Petronas 这个车保养费在300澳左右 我们是regular service啊 4S店这边叫dealer 那一次保养的价格是在800到1000澳币 没听错800到1000澳币 在dealer做一次service BBA的service啊 这个是已经非常保守了 因为没有换什么其他东西 如果换的话 你轻易的你这一次service就在1000澳币上 车的保险呢 一个普通的一个日系车很便宜的二手的可能 我可以上到保险在1000澳币一年 如果是BBA的话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价格 等值的价格车在4万到5万澳币以上的话 你的随便的车保险啊 是在2000澳币一年 就是6000令吉一年 如果你轻轻的碰一下 我听说马来西亚的朋友说也有access费 这个access是多少钱呢 是800到1200澳币做access 也就是你碰了一下 你要考虑说 我拿去私人修 是不是会很便宜 还是说这个值不值得 我花这个800到1200澳币去做这个claim 这个是车保险的问题啊 你就看大街上很多的这些鬼佬也好 亚洲人也好 门上一个洞被撞的 他不修 因为什么这800到1200的access 他也也不想掏 因为这个气囊啊 airbag没有弹出来 也就也就无所谓 车保险啊 车保险 然后这个是这个物业费啊 物业费 如果是住apartment的是有物业费的 物业费的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就举这个 以这个大学的manager为例啊 一个季度的物业费在1500澳币 还是现在涨并上到1600 我不知道1500澳币吧 就是4500块钱的马币 一个季度 一年我们算下来 应该是在保守一点吧 4800到6000澳币 一年的物业费 然后里边还有政府费 就是console费 这个是一年基本上在1200澳币左右 也是一个保守的价格 我们在谈说 你一年你生活当中 你肯定要需要有一些娱乐和消费嘛 娱乐消费 一年你说你买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怎么样 2000澳币 这已经算非常保守了吧 非必需品 还有一些小的生活开销啊 你是不是也要买呢 比如说你买一个打印机墨盒啊 这些东西全算下来了 一年花1000块钱也不多吧 好 澳洲的咖啡 澳洲的咖啡曾经我感觉是真的是很好喝 真的 到了大马 我都很少喝到澳洲这个口味的咖啡啊 因为澳洲口味的咖啡是随便一家店就能做出来很好喝的咖啡 大马呢 我尝试过几家店 在那个Pavilion的有一个玉林姐带我去的 感觉也还挺好喝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这个COPC啊 这是更好喝啊 后来我回来以后一直在想COPC 这是非常好喝的 还是大马这个咖啡现在让我非常留恋 下次去还是想喝一下啊 这个是咖啡 我们就说一天一杯咖啡 那么一年多少咖啡 澳大利亚人可能是每天必须喝咖啡的 上班的话 你在外面买咖啡是很正常的 你不可能自己带个苏融咖啡或者咖啡机 那么五刀一杯咖啡 一年下来1500 烟大部分人都不抽烟 为什么不抽烟呢 烟有害健康 烟贵 烟有多贵呢 1.6澳币一根 它是按照澳洲的标准 就是每100克的全国定价不能低于多少 也就是在25根烟一个pack的情况下 它的价格是在40澳币左右 每一根的价格是1.6澳币 也就是这4到5令吉一根烟 所以抽烟的人也是非常少 酒呢 酒呢 这个是酒我比了一下 应该是不是跟马来西亚比不是特别贵 所以这边的澳大利亚的这个饮酒文化也是非常 那个什么 中午可能休息的时候 大家就去喝酒了 下了班也去喝酒 每周周五 周二一个party喝酒 周五也喝酒 这是他们当地人的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不敢考虑计算里边 还不敢考虑旅游 你说旅游吧 我一年花5000澳币去旅游 5000澳币机票 往返机票可能都有点费劲了 那你说你5000澳币你想去趟日本去趟欧洲那是不可能了 这个5000澳币在澳大利亚本地本国内去转一转 机票飞一飞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这里面还没有算孩子的开销 如果是在childcare你要是孩子去上托儿所什么 在政府报销完了以后 你每天还需要交100刀的给幼儿园 100到150刀的一个开销 也就是在400马币左右 家庭的维修跟维护 如果你什么哪坏了 管道坏了 哪漏气了 你一年这些乱七八糟 因为人工非常贵 一个小时人工可能这些公司 维修公司可能会收到你200澳币一个小时 200澳币 一个小时的人工 他们通常来说出来一次的修多少钱 所以说一年来说的话 家庭的维护开销的话 1000澳币是差不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manager他的收入是什么情况 可支配收入 我还没有算邮费 我拉到一个邮费 你开车的话你得需要加油 大马的邮费是在两令吉 对吧 两令吉一升 在澳大利亚的邮费是六点几 令吉一升 所以还没有算邮费的情况下 这个manager他把上面的所有的计算 全淘去以后 他一个月到手收入是多少 是9000澳币 他在付了上面所有的东西以后 他可支配性的钱 是在600到700澳币左右 也就是说不到十分之一 然后剩下钱已经全花出去了 然后折合每天可支配的钱 是在20澳币左右 20澳币左右 那么我在澳洲吃一碗 Nasi Lamak是多少钱 在马来西亚可能是 因为6码币可以吃到 8码币也可以吃到 10级码币的Nasi Lamak 你也可以吃到 在澳洲来说的话 一个Nasi Lamak的价格是在 15澳币左右 就是45令吉 也就是Nasi Lamak都吃不起了 所以如果这个manager 一天的可支配资金 在30澳币左右的话 他做一次public 我还忘了算了 public transportation 对吧 public transportation 用澳洲用那个OPOC 在地铁还有汽车上面 刷一次价格 在高峰期4点以后 还是9点之前 一个trip是 最便宜的是4块4 4.4澳币 12码币左右 非高峰期可能是3块 3块3点几刀 没有算public transportation 没有算油钱的情况下 他一天的可支配资金 是在30澳币到40澳币 所以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面 你干到manager这个级别啊 你一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 所以在当时我在朋友圈 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 当你这个具体在量化啊 这个澳大利亚消费的时候啊 就是你很少从网上看到 说别人去量化这个东西 那么你会发现他这个 前面谈到这个manager 他可支配资金是非常少的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什么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可以留言 所以在他的这个收入是非常少的 在超市里工作 可能一年的收入只有7万澳币左右 还有很多人的这个工资可能会更低 那个你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话 就确实值得你去思考这件事情啊 是哪些人适合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总结的一个 也是很片面的一点啊 第一蓝领跟劳工啊 还有技工 就是有些人说什么 我们不尊重蓝领什么这些东西 有什么误解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 我们从来没有不尊重这个蓝领和劳工 我们只是说某一个地方适合一部分人 和不适合一部分人 我的很多朋友是做这个装修 做这个工程的 你说我怎么会去不尊重他们呢 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没有不尊重一个地方 适合一部分人和不适合一部分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蓝领劳工技工啊 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是可以收现金的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从福建 他来这个澳大利亚打工啊 他是那个呃 做石膏板 他还有他还会刷墙 他收现金 他有一次他回以前啊 是十一年前了 他跟我说 他说哎 我今天挣了八百刀 我说八百刀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候我们一天挣两百刀 他挣八百刀 四倍 然后没有税啊 拿到现金 所以说这个你是 如果是说你是做蓝领的话 这个来澳大利亚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是我是推荐大家来这个澳大利亚来做这个的 还有一些呢 是比如说家里有矿的这个矿呢 我是开玩笑的啊 比如说呃有些人从大陆来的家里很有钱 是吧 然后上海卖一套房 哦 一千万人民币啊 随随便便就卖一千万人民币 那么你来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是买一个买一个这边的house 然后你就在这边养老吧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家里的矿不够大 你光卖一套房来这儿想养老的话 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净资产呢 是一直在下降的 因为你也看到澳洲这个开销 很多的硬性开销你是躲不过的 还有一类人也适合来澳大利亚 就是呢 你没工作 对吧 你用一些方式 你难民也好 怎么样 你来到澳大利亚了 你不工作 你拿地宝 OK 虽然你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 你可能没有这个十四万的麦迪士活的好 但是你活的也不会差 因为什么 你澳洲政府会给你 你可以排队 有免费住房 免费吃的 对吧 去社区里免费里 免费 这里吃的包括什么 我想去来点免费的肉 免费的牛奶 免费的鱼 然后免费的这些东西 果酱什么的 全都有 面包全都有 吃的没问题 住的也给你安排好 每两周 你还去那个 可以去领钱 这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对于没工作和不工作 拿地宝的人 他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一些人就说 你要谨慎来澳洲 就是我非常理解说 你来澳洲这个来读书 来留学 你现在要一个 要一个degree 对吧 这个都没问题 但是当你留在这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了 你是来 你是干什么的 就是我来到马来西亚以后 这个我发现 因为我是去 我是跟普通的这个老百姓 这个普通的生活的人 我也聊过 我跟那个是公务员 我也聊过 我去MDEC 然后跟政府的这些人 我也聊过 然后我发现啊 马来西亚的这个啊 工作态度和工作的这个效率 其实比澳洲还高一点 就是包括我跟MDEC认识的 就是见的这些人哪 什么的 大家都说马来西亚这个什么 很多行业地方 其实效率很低啊 但是我跟你说 来澳洲的话会更低 澳洲的话是非常非常低 比马来西亚还要低 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效率 然后在澳大利亚呢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 你还要考虑的一点 该不该来 或者是该不该留下来 就是它是一个高杠杆的 透支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系统 你的那个住房的贷款 是这个 是透支 是高杠杆 利息6% 你的住宅的消费 还有很多人有车贷 你的这个医保 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养老金 澳大利亚这个super啊 以后倒是再说 也是一个羊毛出自在羊身上啊 这个是很容易误导 大家感觉是一个福利多好的地方 还有澳大利亚存在高额的隐性消费 在前面就说了 说突如其来的开销 非常意外的惊喜 由于华人的占比只有5.5% 所以你说 如果你特别希望有一些华人文化的话 这个地方你就不要想了 基本上是没有 或者说你想过春节了 你就坐一飞机 坐亚航飞回马来西亚吉隆坡 你去过春节见 这毕竟是个伊斯兰国家 行吗 走 所以基本上通过一个量化的方式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消费 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大家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基本上这期节目就谈这么多吧 最后呢 这个祝大家呢 2024年啊 龙腾四海 福星高照 龙年行大运 福禄寿喜全 好 谢谢大家